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今天通报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动肝人用狂犬病疫苗案件的有关情况 根据举报提供的线索 7月5号国家药监局会同吉林省局对长春长生公司进行飞行检查 7月15号国家药监局会同吉林省局组成调查组进驻企业全面开展调查 7月15号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动肝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通告 现已查明企业编造生产记录和产品检验记录 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备 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二日平公国药品管理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有关规定 国家药监局已责令企业停止生产收回药品GMP证书 召回尚未使用的狂犬病疫苗 国家药监局会同吉林省局已对企业立案调查 涉嫌犯罪的蒋宜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按照疫苗管理有关规定 所有企业上市销售的疫苗均需报请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签发 批签发过程中要对所有批次疫苗安全性进行检验 对一定比例批次疫苗有效性进行检验 该企业以上市销售使用疫苗均经过法定检验 未发现质量问题 为进一步确认以上市疫苗的有效性 以启动对企业流样产品抽样进行实验室评估 徐景和表示 另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 我国狂犬病发病率近年来逐步下降 药监局已部署全国疫苗生产企业进行自查 确保企业按批准的公益组织生产 严格遵守GMP生产规范 所有生产检验过程数据要真实完整可靠 可以追溯 国家药监局将组织对所有疫苗生产企业进行飞行检查 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该企业是一年内第二次被发现产品存在生产质量问题 去年10月 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抽样检验中 发现该企业生产的一批次 百百克疫苗效价不可合 该产品目前仍在停产中 有关股重工作 原国家卫生技商委会同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已于今年2月进行了补复 这些补复应该是一批次出品的行为 这些补复应该是一批次出品的行为